看到有这位男子啊 他之前有钱科 那么从牢里放出来之后呢 到处找零工来打 那么最近警惕差 连零食工的工作都找不到了 身上没钱到什么地步 他这个明明是猎馆 这个猎馆的累贩哦 他竟然还扬言说他要纵火 只希望呢警察把他抓起来之后 能够给他一口饶饭吃 男子和远景进到派出所 拿着警察帮他买的两个便当 肚子很饿的开始狂啃 但是又很舍不得的放慢速度吃完 二十分钟内解决两个便当 实在是因为饿怕了 最后要离开的时候 手里还带半个便当走 原来他失业找不到工作 已经三天没有吃东西了 他说他已经好几餐没有吃了 然后也这个失业有一段时间了 他就是也是开玩笑的跟我们讲 说看有没有什么罪名可以给他担 他要去吃饶饭 警方是在盘查的时候发现这个状况 聊天之后才知道 四十六岁的王姓男子 六岁的时候因为家里活紧 他的脸上手上被火纹身 小时候常被欺负 长大之后就纵火报复 前后犯了十二起 而一年多前假释出狱 他有心学好 靠着打零工赚举微薄薪资 没想到遇上不景气 求助就业服务站 也因为有钱科 根本找不到工作 最近流落街头 还翻垃圾堆里的剩菜来吃 这次连续饿了三天 实在撑不下去 才求警察安个罪名 让他去吃老饭 和大北市武昌街派出所 不只买便当给他 还帮忙找到一个月 月租一千多元的住处 暂时给他安身 目前也找到新竹科学园区 一份日薪一千六百元的 帷幕墙安装工作 以及礼办公室也提供 每天五百元的清扫街道作业 让他选择 希望帮助他自力更生 走向正途 众粮新闻蔡仲旭 李小玲 TV报导